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这街六导师剪影海报曝光 疑似王一博现身 粉丝心碎 自从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开始 关于王一博是否会再度亮相这档节目的问题 就一直困扰着粉丝们 毕竟 一开始大家普遍认为王一博只会在第三季做一季常驻导师 然而第四季和第五季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更令人意外的是 他不仅亲自参加了节目 还让自己代言的品牌们也踏入了街舞的领域 今年的情况却有些不同 王一博的三部电影都已经上映 并且他还透露他将在下半年拍摄电影《人》 于这部作品已经备案完成 预计将在夏天开机 这意味着他的日程表可能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 而让人们开始怀疑他是否还会回到这就是街舞第六季 每年的这就是街舞第五季都会在7月底开始录制 并在8月初宣布队长名单 然而今年的第六季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这让人不禁思考 节目组是否仍在争取王一博的参与 虽然导师剪影海报已经发布 但有关王一博的消息仍然含糊不清 海报上显示的导师阵容包括了 曾经参加过这就是街舞的老队长吴建豪 亚洲舞蹈巨星屠宰范 势力新星B-boy徐明浩 以及一个未宣布的X队长 虽然X队长的身份尚未公开 但从海报中的剪影来看 不难发现其中似乎有王一博的影子 尽管如此 一旦海报发布 网友们纷纷猜测 王一博可能不会再回归这档节目 有一个热门观点是 如果一个节目中有王一博 那么他的名字一定会被写得特别显眼 以确保观众知道他的参与 但如果节目的海报上没有王一博的名字 那就意味着他可能不再参与其中 毋庸置疑 正是有了王一博的加入 这就是街舞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成为酷历史上最成功和最赚钱的综艺节目之一 更重要的是 如果王一博真的回归 他将会成为C位导师 引领整个节目 因此 观众们一直在关注节目组的动向 以确定是否仍然在等待着王一博的决定 通常 在国庆节期间 导师们就要开始决赛了 而今年 所有人都在猜测王一博是否会回归 毫无疑问 这就是街舞的成功离不开王一博的贡献 他在前几季中为节目带来了新的高度 甚至在第五季的开场舞中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今年夏天 无论是热爱街舞还是不热爱街舞的观众都纷纷涌向电影院 观看了王一博的电影热烈 这无疑也为他的电影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 或许正是因为在节目组没能邀请到王一博 他们才采取了一种巧妙的策略 发布了一张剪影似乎与王一博相似的海报 试图吸引赞助商的眼球 总关于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是否会有王一博的参与问题 目前尚无定论 节目组一直保持着神秘的沉默 而粉丝们也在热切地期待着消息的公布 不管结果如何 王一博已经成为了该节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的存在为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让观众们对未来的节目充满期待 无论如何 王一博都将继续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无论是在街舞舞台上 还是在大荧幕上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